今天要來進行的就是大拍賣 來 觀眾朋友們 所有人們看一下 這全部都是台灣人的驕傲 裡面所用到的運動鞋裡面的材質 不管是裡面的布織布 然後編織布 然後還有所有的一個 這個運動鞋的零件 全部用到的都是 台灣的一些相關的產品 那麼在這一個禮拜的話 禮拜六 禮拜天的話 在南港的一個世貿展 即將舉行的就是我們的電動車展 但是仔細觀察一下 你會發現全球的運動的商機 有多龐大 我們先給各位觀眾朋友們看 四檔的一個股票 這四檔股票一個是Nike 大家都知道 耳熟能講 今年來已經漲了18.8% 另外台灣的自行車廠的話 巨大腳踏車 今年以來也漲了44% 另外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鋼筆 這個穿戴的一個裝置的話 總共今年上來的話 漲了35.3% 好 乘衣場的如虹的話 也漲了22.3% 我剛剛特別提到了 今年的這個運動的商機 有多龐大 來 全球的運動產業 年產值1.5% 如果以每年5.7%的一個成長率 來計算的話 預估到了2020年 再加上東京奧運 很重要 東京奧運 運動產業的商機 會高達2兆美元以上 那麼其實平均裡面的話 所有人運動的話 一定會用到什麼 運動鞋 那麼穿戴裝置的話 你可用可不用 但是你譬如說慢跑的時候 慢跑鞋一定要用到 那即便是我現在上班的話 所穿的鞋子的話 全部也都是運動鞋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灣人的 平均一升當中 總共擁有469雙鞋子 這個產業非常非常的龐大 好 我們請莊老師 帶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的 所有的鞋子 是現今最流行的鞋款 各式各樣的鞋款 我們待會好好來詳細了解一下 2015年的話是愛迪達 愛迪達的這雙小白鞋 相信很多人都人手一雙 那麼2015年的話 這雙鞋子是什麼 這雙我就沒有看過了 這是愛迪達這個非常特殊的 造型的一個運動鞋 那它的材質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它有一些 在裡面複合材料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在這愛迪達是一個 當年十分熱銷的鞋款 好 另外2016年的話 Nike的阿甘鞋 阿甘鞋今天也有來到現場 那2017年Nike 就進行到了這個真式鞋 好 現在的話不得了 那個韓祖 你有沒有這一雙 巴黎世家老爹鞋 沒有 我覺得太難駕馭了 太難駕馭了 很難駕馭 就是他用那種 真的很潮人的那樣的打扮 但是你走在路上 真的大家就是會多看你兩眼 回頭率很高 而且除了這個巴黎世家老爹鞋 甚至連那種頂級的精品 LV或是什麼 現在也都往這種方向去出 好 我們給大家觀眾朋友 我們看一下 那個韓祖剛剛講說很難駕馭 巴黎世家這雙鞋子的話 買起來的價格可能是兩三萬塊錢 那麼巴黎世家推出了這個老爹鞋之後 所有的各大的鞋場的話 全部都開始推出老爹鞋 來 這一邊看到的這雙 也是老爹鞋 看起來土土的 我們為什麼要介紹老爹鞋 待會再告訴你 然後這一個連Nike Nike那麼走這個運動的設計的 他現在也跟著走老爹鞋 可是看起來很醜 醜醜的 還有New Balance New Balance也一樣 New Balance同樣 他也一樣推出了這種老爹鞋 剛剛那個開始的時候 葉國華葉老師還講說 這個鞋子就是那個 誰穿的 大陸的大叔 大陸的大叔 我的外神 那你就錯了 退休老兵 我跟你講大陸的大叔 現在還不會穿這個鞋子 因為這實在是走在時尚流行的尖端 他才會穿這種鞋子 好 來 莊老師幫我們好好來看一下 這裡面的話 為什麼老爹鞋跟台灣是有關係的 台灣是鞋業王國 除了保存風態 大家耳熟能詳以外 其實還有在中南部非常多的 他們的總市值 其實他們的營業額都不宜保存風態 來得差 所以台灣這些鞋 管你是NICE 管你是New Balance 你幾乎都是台商在做的 可是終於在2017年 NICE推出了真織鞋 它的特別就是什麼 一體成型 它的鞋子是全部 輕量化的一體成型 所以它非常的輕 這個輕量化鞋子 造成什麼樣的鞋財革命 就是它不需要人工 它是一台機器從頭做到尾 當時NICE設計出來以後 當然找我們的台商好夥伴 他找過我們的風態 找過我們的保存 他跟我們聊說 你願不願意投資這個真織鞋 只要投資機器就可以了 NICE保存跟風態不肯 他覺得如果我做了這麼輕量化的鞋 不需要人工 一 我那些人工要怎麼辦 二 如果你不樂銷了 那些機器折舊貪體怎麼辦 結果我們不肯 哪一個人肯 哪一些人要訂單不要命 中國大陸 深舟這個非常大的紡織廠 他就買了非常多機器 在做這個所謂一體成型的針織鞋 好 大家畫面上面看到的這個 就是剛剛莊老師講的 一體成型的針織鞋 給各位觀眾朋友們看 這個是Puma的一個品牌 那麼不管是Nike Puma 或者是Under Armour 他們現在後來都走向了這個針織鞋 所以你看到這上面的話 是完全都沒有縫線的 所以它全部都是一體成型 那麼穿這個鞋子的話 他們講說穿這個鞋子的話 會非常非常的舒服 就像是穿了一雙襪子這樣子 然後它非常的輕量 所以運動的時候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但是沒有想到 一瞬之間 又回到了老爹鞋 我說對 台商本來今天非常快 萬一針織鞋成為竹竹 那保存風態怎麼辦 那麼多人工怎麼辦 結果老爹鞋救了大家 大家看到老爹鞋的特色是什麼 大家不要想說鞋底後 剛剛函竹說很難駕馭 為什麼很難駕馭 因為它不是樹 它變成很多塊拼布所拼成 這麼多的區塊所拼成 這樣比較大家看得出來嗎 它很搶眼 因為它每一個區塊 這個性血手上這個還算是素 你就想想看 真正的老爹鞋 這幾塊的顏色可能都不太一樣 你看用這個好了 我們用這個比較的話 大家看得很清楚 你看它每一個顏色的地方的話 都是一塊的拼布 好 那這個老爹鞋 現在變成了是一個主流 然後所有的品牌 全部都要出這老爹鞋 可是你看這個 那不得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面的話 一塊拼布 兩塊拼布 三塊拼布 四塊拼布 還有後面這邊五塊拼布 那麼本來一體成型的話 你根本就是用針織的話 全部都把它織出來對不對 那現在一弄的話不得了 那所有的全部都要拼出來 那怎麼辦呢 又回到了半人工 半製動化的先下了 所以我說台商的 最近我看到這個鞋類類股的風態 又一路的一個往上走 那我們看到寶城 也一路的往上走 為什麼 因為製型的這個全製動化的革命 在老爹鞋樂敗之下 宣佈全製動化的革命 已經它只是百種鞋款中的一款 而不會造成未來的一個革命 而這些 所以我說老爹鞋所帶動的 除了是一個潮流以外 更代表製鞋業又回歸到 傳統台商的天下了 你看那個老爹鞋紅到什麼程度 紅到連這個昆林 昆林他都穿了一雙這個老爹鞋 但是很多人穿了以後 他都覺得說 這老爹鞋也太重了一點 跟現在的流行 以及跟運動的時尚的話 你要把它作為一個結合的話 它其實有它的一個難度在 我論頭 就像巴黎世家這個 這其實是一個潮牌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運動 所以長期來講運動 可能不會這麼繁瑣 很難走輕量化 不過慶雪我提醒你一件事 也是因為過去 我曾經去參觀過預期 還有保存在越南的一個廠方 結果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偽創力到底失敗在哪裡 他為什麼覺得自動化不行 我想跟大家講 我們所做的這個3C產品 它的規格雖然一致性 可是為什麼用到布不行 布有熱帳冷縮 有裁切彈性的各方面的一個問題 這方面不是用一個漏 不是用機器來衡量 所以你知道偽創力到最後 它的這個單品的耗損有多大嗎 機器漏也就是說 這個是3吋大的布 如果它不是3吋 OK 淘汰 可是我說過 財企業的周邊有熱帳冷縮的問題 所以偽創力在說耗材 幾乎滿滿的都是 所以這是機器跟人工不一樣 所以保存那時候去 那時候被迫去教導他們的時候 一看就知道他們不會成功 他們說他們財運完了這個布 保存是99%都可用 他到時候只有70 60%可以用 因為他只要 他全自動化 他只要電腦掃錶過去 跟他的原來的這個尺寸不對 他就淘汰 他就淘汰 然後再來 在我們知道鞋子 你不一定都縫得這麼好 你縫得不好之後要開始拆掉 拆掉以後 然後再開始重新的拼佈 所以有些鞋子 你表面上看起來 他可能是經過二次 三次加工後的結果 可是在電腦裡面他辦不到 他覺得你壞品 你就是不良品 所以他覺得他省了人工的費用 可是他沒有想到在製造成本之下 竟然沒有辦法節省 比我們用人工的保存跟風態 甚至在中國提到的台商 來得高得太多了 所以他也發現說 原來日期的學問這麼大 不是都可以自動化 好 我們今天跟摩曼頓 借這些鞋子的時候 我特別去說 那能不能跟你找一雙 那個愛迪達的老爹鞋 那摩曼頓就跟我講說 那雙鞋子要七千多塊 嚇死人了 我才知道說原來那個 現在所有的老爹鞋都貴到不像話 因為最主要 他裡面很多都是手工的 我問一下這個葉老師 葉老師你平常做什麼運動 我平常要跑馬拉松 還有呢 還有太極拳 太極拳 現場來一段 真的 真的 太極拳嗎 太極拳 一般人看到就以為太極拳是這樣子 對 然後這樣子很慢 公園的阿伯在打對不對 都不知道在幹嘛對不對 來 庆旋 我們來用一下 你推我 真的推我 真的要推我 這一段我們沒有 我過去一點 我因為我那邊在竹水 我怕等一下 你真的推我 太極拳 對 你推我 好 真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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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以柔克剛 太極拳就這樣 自己中定 然後借力使力 你來試也快一點 真的會 來 韓祖來 到時候我要是被摔在天上 沒有 會了 會不會被你來一下 你來一下 沒有試過以為我們在演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完全 我不知道他這個 我這是公平的第三段證證 他穿這個你太欺負他了 應該那個壯的 沒關係 你感受一下 你感受一下就好 你推我 推我 真的推 等一下 我穿高位鞋不穩 米歡 來 我來推 我來要壯的來 我來推 我都不曉得吧 你看有多少人都在運動 我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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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他會順勢 他會順勢幫你把它推過去 就化掉了 所以太極拳是 練中定很重要的 沒有 是真的 因為他用我用比較大力力 但是這個因為肺活量不夠 所以我就要跑馬拉松 對 跑馬拉松 我跑半馬 半馬 平常跑半馬 經常跑嗎 對 應該要一個月跑一次 一個月跑一次 練是每個禮拜要練 因為其實跑馬拉松 跑步的話 其實都要訓練 像我們上次來的那個馬老師 馬老師是做那個 重訓 對 揚握起座這樣 那那個韓族呢 我也是做一些肌力 然後有氧 OK 肌力跟有氧 雕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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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